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Hello 大家好 最近看了兩出電影 一出是墨家機關 另外一出是2006年的時候 劉德華拍的墨公 墨公是一個日本的小說 後來拍成電影 其實是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墨子後人 幫人手成的事情 而墨家機關術 就是2021年的新作品 整齣電影的機關真是漂亮 特效做得很漂亮 我也很喜歡 但整個劇情有點騎乎 無非是一群人冒著生命危險 幫你救你女朋友出來 還有一個邪惡大Boss 在後面 最後死的場面 又是比較隨便 而那些機關 是很厲害的 真是很厲害 主角是有主角光環 即是那些箭 怎樣射射射誰 都不會射中主角 但如果單純畫 我想看看墨家機關有多厲害 其實可以看一看電影 如果你想在劇情中找到墨家的蛛絲馬跡 我想你應該找不到 其實說起這個蛛絲八家 其實我一直都有興趣去說一下這個話題 其實墨家對我們來說 不是很熟悉的 或者是比較冷滿的一個學說 但你要看回 其實在戰國時期 墨家和瑜家 他們是分庭抗禮的 即是大家是不相伯仲的一個學說 大哥 那為什麼墨家會在 我們的歷史長河裡 消失得這麼徹底呢 即是徹底不見了 你基本上 沒有辦法在一些獨立的文獻 找到墨家的一些記載 你只可以在其他的 諸子八家的一些記載裡面 或者他們的評擊裡面 找到墨子的一些學說 其實在徹始皇統一六國之後 墨家這個學派 幾乎在一夜之間 在地球上消失了 即是後面就連司馬遷 都說 沒有辦法還原這段歷史 只是用了二十四的字 去 只是用了二十四的字 去形容墨迪 即是墨子 墨子的後人 或者他的學徒 就是屬於墨家學派 也叫墨姐 這些墨姐 都是有組織 有紀律的一些社團 所以 創始人墨迪 即是墨子 也有人說他 是中國最早的黑社會大佬 其實 你說這句話 是不是完全錯了 其實也沒有錯 但唯一不對的地方 就是墨子所做的事情 以及後人所做的事情 都是做一些很正義的事情 殺人放火 考取豪奪 收補護費 停車費 等等 這些不中不義的事情 他們是不會做的 不單止不做 而且會極力制止這些事情 我們看看當時的社會環境 如果將先秦的學術界 你當作我們現在的大學 墨家 其實就是朱子伯家裏面的理工科專業 而且是唯一理工科專業 所以你看到他的畢業生 是一堆的文科生裏面 是會比較獨立 甚至乎有些格格不入 而當時 瑜伽和墨家就是 先秦的這間大學裏面 最火爆的兩個專業 並稱是顯學 即是瑜伽教你人意道德等等 墨家就教你去 如何出越嘎嘎嘎嘎之等 為了爭奪生源 其實這兩個學派 是經常吵架的 而創辦者的理念差異 亦都加劇了 這兩個專業之間的對立 不用說了 瑜伽是一些老屎乎的文科專業 在春秋的時代 已經由孔子一手創立 所以相比而言 墨家就是一些比較新的專業 是由墨迪在戰國的初期才創立 就像你學法學 法律 以及你學新媒體 差不多了 法學這件事 幾百年前已經有 已經在學習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關係 但是墨子的早年也是 投身瑜伽 但是後來他發現 什麼樣子 這些學說不適合自己 於是中途退學 亦都自己創辦了 與瑜伽對立的學說 就是墨家 那麥家剛起步的時候 你想想 瑜伽的一組已經很威風 很厲害了 就像我現在做新媒體 我做自媒體 有些大V 他就是瑜伽 可能已經有百多兩百萬 千多萬粉絲 那麥家就像我一樣 現在才只有這麼少粉絲 可能只有一個萬多兩萬粉絲 所以我要怎樣出位呢 當時墨家就是借著 罵這個瑜伽去上位 你想想 瑜伽作為一個大V 作為一個當代的大網紅 懶鬼得你這些小號 免得理你 你說那些話 如果我現在在我的號 說李家琪 那麼 李家琪也免得告你 免得罵你 你鬼你嗎 你影響極 還未只有一個萬多人 但是你看到 去到戰國中期的時候 麥家竟然是通過 說瑜伽有多不好 有多不合理 變成了新進網紅 然後人氣大爆發 即是好像 到我們紅了之後 我說話就有這個 影響力了 我現在經常說別人 教補習班 教英文 教財商 我現在哪有人理你 但是當我有幾百萬粉絲 我說這些話 就有人理我 可能會被人高 所以你看回當時 其實瑜伽的繼承人 孟子 其實也是感受到這種危機 有什麼危機呢 第一 就是 學生沒有那麼多 不是說以前 總之一要讀書 就是要學瑜伽 現在不是 有得選擇 可以學理工 可以去學墨家 生緣沒有那麼多 第二 就是 沒有那麼好找工 即是畢業之後 你想想 到處都是讀文科 到處都是讀瑜伽 有哪有那麼多國家 需要那麼多瑜伽的人 這些理科生 這些學功成 這些人 不是 守成的這群人 或者學做機關的這群人 有很大市場 所以瑜伽也開始 是很嫂妓麥家的人 所以去到這個 戰國時期 中期 其實 麥家和瑜伽 已經去到一個 分庭抗禮的存在 麥家依然繼續批評 這個瑜伽 以前都不理他 但是 現在 別人有那麼多粉絲 你不可以不理 所以他就公開表態 孟子 公開說 他也是毫無顧慮 亦都是毫不留情地說 楊墨之然 迎天下 天下不歸楊 則歸墨 亦都一口咬定 這兩家東西 一個是楊子 一個是墨子 他所說的 宣傳的東西 都是二端斜說 而墨迪和楊珠 即是楊子和墨子 兩個都是禽獸 你看看 如果墨子 他全下有知 知道 如果 孟子 竟然說他是禽獸 他應該很開心 因為對墨子來說 他從來都不怕你罵他媽 他只是怕自己不紅 除了墨子之外 還有一個 就是剛才提到的楊子 我簡單說一下 明天找一期 再詳細介紹一下楊子的思想 楊子和墨子 唯一不同的是 楊子 楊子是說 我其實不需要 通過犧牲自己 去成就國家 因為就算你犧牲了自己 你的國家 也未必 真的可以讓你成就到 所以 你要去反觀自己 以及以你自己 去為優先 所以後來 其實 很多人 也將楊子 歸了去道家那一邊 當然楊子不是很自私 或者什麼 他只是說 人應該要 首先 去反觀自己 不要說什麼都覺得 犧牲就可以了 而墨子 就不一樣 在這個概念裡 簡直跟楊子相反 他覺得一定要犧牲自己 去成全這個國家 或者是成全成就人類 而不可以 自己穿得這麼漂亮 或者吃得這麼好 所以 墨子那些人 你可以說是苦行爭 有機會 我們再講講 楊子的思想 其實 在當時 即是春秋戰國的時候 社會的階層 其實 是有一個 是這個階層 什麼是是呢 是其實就是 知識分子的群體 即是一群讀書人 你看回 其實 之所以 在春秋戰國 有這個百家齊放 其實 就是跟這個 市的階層 很大的關係 我們看回 其實市的這一群人 其實 他們主要有兩類人 如果說出身的話 第一類的市 就是一些 舊貴族 但是 他們是家道中樂 只可以做知識分子 但是 他們的童年也好 或者他們的家裡也好 以前是讀這個貴族學校的 但是 因為他抹落 所以 也沒有那麼多工 給他做 那些皇帝 也不會特別重用他 所以 他們的政治地位 也好 財產也好 都是不固定的 可以說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 所以 除了 懂讀書 或者有知識之外 一無所有 只可以靠出賣知識 去謀生 所謂謀事 謀事就是這些 所以孔子和孔子 所代表的儒家學派 其實就是 這種 抹落貴族的事 第二類的事 就是一些 逆襲的事 怎麼會逆襲呢 本身是平民 或者 本身就是一些 小生產者 例如打鐵 或者開花絮枝 那些人 通過讀書 亦都變成了士 所以 墨子 其實就是代表 或者墨家的人 都是一些 小生產者 上升成為士 那些人 即是 懂得一些技術 可能懂得鬥木 懂得打鐵 或者懂得整機關 但是 亦都是飽讀詩書的人 所以 大家都是士 但是 這兩派人 他們的出生 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可以知道 墨子和孔子的思想 為何會這麼兩極 就是這個原因 即是 以他們兩個的性格 假如他們 生活在同一個時代 因為 孔子是春秋 墨子是戰國初期 而墨家真正的紅 已經是去到 戰國的中期 如果 將他們兩個 放在同一個時代 他們一定會有一場 世紀麻戰 所以 你可以發現 孔子 是一個傳統制度的擁護者 而墨子 是一種 新社會秩序的追求者 孔子 其實他一點都不反對 養尊處優 而墨子 一直都是主張 要 惡衣操食 即是 穿得很差 穿麻布 吃狗糧 吃粗茶淡飯 而孔子的學說 其實是不會說 如何打仗 而墨子 就是以 如何去墨守 即是如何守成 以及如何打仗 即不是說打仗 即是如何守成 為他主要的 理論的 意識形態 所以墨子的那些人 那些墨者 每個人都會打仗 只不過他們 是不主張去打仗 他們主張 兼愛非公 之後再找一集去 專門說說 什麼東西叫兼愛非公 而孔子 是一個音樂家 很喜歡聽歌 應該差點沒有成為歌手 而墨子 以音樂 為應該禁絕的奢詞 聽音樂那麼奢詞 不可以聽 唱歌那麼奢詞 不可以唱 孔子 亦不說天道 但是墨子 將自己的理想 說是天字 上天的意志 而孔子 是鄙視手藝人 即是用即食麵 來補回屎坑 孔子很討厭你 而墨子 是機械工匠 所以那些什麼 扮登師傅 那些人 應該就是墨子 那些人 可以隨時拿即食麵 去補回廁所 所以你看回墨子 他的學說 放在他那個年代上 其實是很超前的學說 墨子 不單是有一些 比較獨特的想法 而且還是一個很出色的 辯論高手 他可以把這些 那麼高深 和和以前 大家所熟知的 瑜伽思想 完全不一樣的理念 他可以推銷給別人 他可以令到一些君主 去實踐 去接受 以及去賠償 所以令到墨家 當時 簡直成為 學術界的風頭等 所以墨子 他的辯才 是很出色的 你想想想 以前 春秋戰國 你要開一個學派 你以為你靠硬直 誰能看到你的樣子 就像我這些人 其實適合放在春秋戰國時代 因為不用看樣子 然後 其實 在那個時代 你要去 發明一個學說 也好 或者你要有你的弟子 你一定要靠你的嘴上功夫 你想想想 你要招學生 你要扮學 首先要說服諸侯 去贊助你 你現在的大哥 你有很多錢 你以為你 難道你說 我們的挖掘機 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們的校園環境 是全世界最優美的 我們真的很感謝 劉萬有校長 那些 大哥 這些東西不行的 那墨子 所以他的標誌性的學說 第一件事就是 兼愛 兼愛 其實世人對這個詞 是有很大的誤解的 那我今集 就先不解釋這件事 我找一集專門說一下 這件事 其實主要就是 他很主張是平等的概念 即是 哪怕你的出生是一個平民 你都應該是有一個平等的對待 這才是墨子所說的兼愛 你想想 你在春秋戰國時期 你說要人人平等 哪有人理會你 所以 無論當時也好 或者現在也好 很多人就說 你是否傻了 說這些 麥子 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去說這件事 他就說 其實你看回 重賞之下 必有勇富 即是 哪怕你叫一個人 去做一些很危險的事 或者是不可能的任務 只要你有重賞 就會有人去做 對吧 你再看看兼愛這件事 大哥 不用你賣命吧 給你賦湯道火 要輕鬆幾萬倍吧 假如 有一個君主 有一個統治者 他可以拿 獎勵戰死的精神 即是 拿重賞之下 必有勇富的 獎勵精神 去獎勵兼愛 拿懲罰那些 淋陣逃脫的精神 去懲罰一些不兼愛的人 這樣 你就可以做到兼愛 所以你從來都不要說 一件事你做不到 或者是不可能做到 這件事做不到 只不過是你不想做 所以所有說 墨子兼愛這件事 是bullshit的人 都無言以對 而另外 孟子也是一個 很身體力行的人 墨子其實是 戰國時代 最偉大的大師 他提倡的東西 例如 我要穿這個 粗衣馬布 吃狗糧 那些東西 其實他蠻紅了之後 他一樣堅持 大家都是一些 當紅炸子雞 大家都是一些 大V網紅 孟子出門 如果要講課 他會開豪車出去 後面會有一堆車隊 跟著他出巡 還有百多個是從弟子 跟他一起講課 排場相當大 墨子? 咦? 走路咯? 不是我說的 真的 在公元前445年左右 公書班 替楚國做了雲梯 打算攻打宋國 墨子在魯國聽到消息之後 一方面 派帝子 琴滑尼 即是三百多人 都派了 帶了一些守城的器械 在宋城上做一個布防 另一方面 連夜啟程 沒錯 走路走了十天十夜 去到楚國的首都 勸楚衛王霸兵 所以你看到 墨子真的很喜歡走路 如果他有帶著手機的話 那些微信健康的報數 一定是他最高的 你想想他作為 先秦大學的 唯一理科專業的創辦人院長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 精通機械製造的人 他所做的事 很注重實用性 尤其是做防禦器械 他的手藝 其實是遠超當時 舉世文明的公書班 以前語文科 一定學過這篇文章 講什麼公書班 所以墨子這個人 他的品格和偉大 在當時 受到其他門派的一致認同 例如 道家的發言人莊子 說墨子和弟子 為了興萬民之利 不惜可以做 赴湯渡火 即使為了天下蒼生 上刀山落油鍋 也不會後退半步 即是 莊子 可能跟他 有些交情 說不出奇 我們看看 孟子 說他是禽獸 連孟子也承認 墨子 這個人 或者他的學派 只要是對天下人有利的事 就算把墨子 由頭到腳磨成粉 他也是心甘情願去做 所以你看得出墨子 當時的地位有多高 但是 在墨子死後的一百五十年之後 秦統一了六國 而墨家也絕後 曾經與瑜伽分亭抗禮的一代顯學 墨家最後流傳下來 除非可供參考的人 或者是姓名 或者是學生 只有四十幾個人 所以西漢的司馬遷也說 哎呀 我真的沒辦法寫這段歷史 找不到任何資料 所以連幫墨子單獨立轉都搞不定 只是用了二十四個字 草草地把墨子一生的傳奇 記錄下來 所以你想一下 大哥 這麼厲害的一個學派 為什麼可以 什麼資料都沒有 一夜之間消失呢 有人說 是跟李斯有關的 這些後話 我們再看看墨家崛起的這段歷史 其實你已經知道 為什麼他會滅亡 墨子因為他實在太有個人魅力 但是他的弟子 也做不到他的高度 所以你看到墨子 在他之後 沒有一個人可以跟他相比美 即是他不會說 再有一些弟子 或者是徒弟 可以去 承繼到他的衣缽 那麼你看回瑜伽 孔子死了之後 有什麼孟子 孫子 是嗎 而你再看看墨家 其實規矩太多了 他主張一種 是過著極端黑苦的團體生活 去做人 衣如囚食如蓋 我真的說他吃狗糧是沒有錯的 居如月 即是在山洞裡住 他的嚴格的自律行為 類似是去到苦行僧 不是一個正常人可以接受 雖然我挺喜歡墨子的思想 但是 你叫我這樣做 我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做不到 我寧願放棄 學這個 娃爵之酒 去跟孔子學這個 哈哈哈哈 文科 對吧 所以 隨著理想主義的光輝 慢慢退卻 所以後來 加入墨家的人 亦都越來越少 曾經有一個楚國的大臣 叫做木賀 他說 很感動 聽完墨子的學說 但最後 他亦都沒有報考墨子的門派 亦都沒有資助墨家 我們再看墨家的社會組織 其實是很嚴密的 所以 為何人們說他是黑社會呢 他的領袖 叫做巨子 有時 你不經常看電影 什麼巨子令 什麼 就是這個巨子 巨子 跟歐美的法官一樣 是終身制的 整個戰國時期的豬子伯家 只有墨家 有嚴密的組織系統 亦都只有他是一個社會團體 所以墨家是有敢死隊的 他隨時可以介入防禦性戰爭 亦都有自己的小軍隊 可以實踐非公的理念 例如 隔離 楚國想打我 他就會出兵去幫助 被楚國打的國家 所以你看看 其實這一種模式 在國家分裂的狀態下 有幾十萬個諸侯國 那些情況下 當然是很棒 亦都可以不斷發展 所謂亂 亂世是出英雄 但是你想想 如果這個國家統一了 巨子王統一了六國 你整個隨時可以出兵的人 阻擋地球轉 這樣便會威脅王權 所以一旦這個國家統一 一定不會允許黑社會的存在 這些不安定因素存在 所以巨子王統一六國之後 墨家消失一定是一個必然 而後來歷朝歷代 亦都繼承了巨子王滅了墨家的傳統 一直都是防止墨家這群人 繼續傳承 或者是再死灰復燃 那後來 為什麼這些人會說回墨家呢 一直到晚清的時候 才有些學者 重新去認識墨家 原來這麼厲害 這些思想這麼超前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墨家 一些這麼好的理念和思想 竟然會燒在歷史洪流上 那便和劣幣驅逐良幣一樣 你想想 巨子王也好 漢武帝也好 就算墨家的思想 放在今時今日 他一樣是不過時的 甚至是很超前 但是 那些千古一帝 他怎會將這些東西 可以讓你流傳下去 例如墨子的科學精神 蔡元培 就將他 比喻成為 希臘的阿里士多德 所以 在先巡 唯一的理工科 被人滅了之後 後世 就是文科藍統一天下 那些統治階級 從來都將科技 視為奇技淫巧 就是搞那麼多事情 做什麼 做官就可以 墨家一直都很主張實幹 亦都不會去講一些兇話 所以是一個現行比較一致的學派 相比之下 歷代所謂尊崇的儒家 經常都是現行不一致 很喜歡講一套做一套 魯迅也說過 其實自古以來 我們有很多埋頭苦幹的人 有很拼命 很硬幹的人 也有為民請命的人 也有捨身求法的人 這些才是中國的脊梁 墨子和後人 亦都是我們文化中的一條脊柱 而後來墨家沒有了之後 變成什麼呢 一部份就變成一些油盒 即大盒 突然在街上殺出來建議勇為 有人強搶文女 然後搶你 而在日本墨家的人 就變成了忍者 好的 時間到了 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有空無事 講講歷史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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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